她是中国最美的变性人 2005年 悲尿毒症母亲上大学 荣获全国道德模范 10年后她离京叛道变性成女人 一夜之间沦为了全网抨击的对象 金星作为大前辈出面力挺 2015年 她重拾自信 参加了国际联合国小姐选美大赛 并获得了最美蝶变奖 2017年 她又在四大美人中华大赛中 斩获了冠军头衔 她就是刘婷 几年前 她曾经是轰动全国的新闻人物 在刘婷很小的时候 她的父亲就离家出走了 刘婷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独自照顾身患尿毒症的母亲 大学期间 刘婷一边勤工俭学 一边被母上学 她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 刘婷收获了巨大的荣誉 她成了浙江骄傲 可就是这样一个用孝心赶天动地的男孩 却在2014年 被媒体评为了中国最美变性人 从碑母上学的道德模范 到后来参加国际选美大赛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今的刘婷又经历着怎样的人生? 你对此有何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同时麻烦你长按点赞三秒 这样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1986年4月30号 刘婷出生在浙江省湖州市 一个祥和安乐的家庭 这是一个因太湖得名的鱼米之乡 她的父母是普普通通的工人 一家人的生活算不上富有 但却十分温馨快乐 父母把能给的都给了刘婷 对她的教育很是上心 刘婷也没有让父母失望 从小学开始 她始终都是学校老师眼中的三好学生 同班同学的学习榜样 其他家长眼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为了给刘婷创造更多的教育机会 让她生活得更加幸福 父母也都力所能及地 为她提供更好的东西 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学习上 刘婷也感受到了 来自父母的期许和爱意 因此在学习上更加努力 渴望拿到更好的成绩 这所有的一切看上去都稀疏平常 使人能够感受到 普通百姓生活的平淡与幸福 13岁那年 刘婷的母亲查出了尿毒症 父亲也被迫下岗失业 巨大的医疗费用 很快就榨干了这个本部富裕的家庭 俗话说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父亲不堪重压 选择了离家出走 失去了顶梁柱 这个勉强维系的家庭 可谓是雪上加霜 退无可退的刘婷 只能像个男子汉一样 照顾母亲 而母亲得知父亲抛弃他们母子后 为了不成为刘婷的负担 多次想过自杀 但都被刘婷劝阻 从上高中开始 刘婷就在学校附近 给母亲租了房子 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去打工挣钱 放学就回家给母亲做饭 打扫家务 背着母亲四处求医问药 母子俩从此相依为命 每天回到家 她会跟母亲说 自己在学校遇见的人合适 会和母亲分享自己刚刚取得的好成绩 为了逗母亲开心 她都装出轻松愉快的样子 并且安慰母亲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等到母亲睡着之后 刘婷才会回到自己的房间 打开台灯开始学习 看到这里的朋友 不妨动动您的发财手 长按点赞加关注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每到寒暑假 刘婷还会找一些地方做点兼职 在那段时间里 刘婷的生活只有学习和照顾母亲两项重任 她心里十分清楚 只有不放弃学习 才可能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给母亲更好的生活 因此 她并没有荒废自己的学业 经过多年的努力 刘婷在高考中发挥出色 最终考上了浙江农林大学 收到了来自浙江农林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本该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喜事 可是 刘婷和母亲却丝毫高兴不起来 究竟他们在未合适而烦恼苦闷 原来 刘婷考虑到自己要是去上了大学 母亲就没人照顾了 除此之外 高昂的学费也令她望而却步 一度让刘婷产生了想要放弃上大学的念头 经过母子两人的再三考虑 最终决定去上大学 她现在只能用知识改变命运 刘婷在校门对面租了房子 一边上课 一边背着母亲去医院打针 母子二人相依为命 艰难度日 背着母亲上大学 在大家看来是一件奇事 但是学校的师生 都不曾以异样的眼光打亮母子俩 他们热心地提供了各种帮助 刘婷谢都谢不过来 有时候 她的好朋友 还会专程来到母子俩的小屋子里 带一些水果来看望 为了省钱 她在食堂总是多打一点饭 自己吃一半 留给母亲一半 刘婷背母上学的故事 经过媒体报道后 引发了热烈的反响 母子二人陆续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捐款 有一家医院还专门免费为刘婷的母亲 做了肾脏移植手术 刘婷的故事被改编成了话剧上演 她背着母亲的雕塑 也立在广州大东街校道文化广场 2007年9月 刘婷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 还获得了其他诸多荣誉 这一切都来自于社会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肯定 也是来自于对她的肯定 刘婷说 这些荣誉不是自己的 她应当归属于所有将孝道践行到底的人们 母亲走下病床那一刻 刘婷心中激动万分 在过往的人生中 刘婷对于母亲的孝顺 让她获得了社会的关注与认可 正是因为这样 她此后做出的另一种选择 同样受到了关注 对于普通人而言 变性这个词可能并没有那么熟悉 即便是现在的年轻人 对于各种知识文化都了解得比较全面 仍然会对一些人做出这样的选择而惊奇 其实在刘婷小时候就有这方面的倾向 在小时候就爱化妆 爱打扮 爱幻想自己是一名女生 她总是穿着一些中性化的衣服 并留起了蘑菇头 性别模糊的装束 再加上清秀腼腆的气质 就连一起玩耍的小伙伴 都不知道刘婷的真实性别 2009年 当刘婷跟母亲提出想要做女孩子时 刘婷的母亲直接反对 刘婷的母亲坚信 假以时日 只要努力改正 自己的儿子必定还能恢复正常 看到这里的朋友 不妨动动您的发财手 长按点赞加关注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2013年 刘婷已经不入社会 上班多年 母亲的病情暂时稳定后 刘婷第一次去医院 进行了困扰她20多年的检查 检查结果证明 这不是心理问题 而是一种叫异性痞的疾病 她的身体内残留这一套 未发育完全的女性器官 而过度分泌的雌性激素 则让她出现了对于性别模糊的认知 医生建议刘婷 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不要压抑自己心中的想法 刘婷听到医生的建议后 感觉如释重负 在她的20多年成长历程当中 她无时无刻 不再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与想法 尤其是在成为道德模范之后 站在聚光灯下的她 慎言慎行 将自己的秘密小心翼翼地挪到心房最不起眼的角落 母亲将刘婷的所有变化看在眼里 在与她深度交流后 终于明白了自己儿子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 刘婷原本以为 母亲对她的特殊想法并不认同 但是母亲却对刘婷表示了理解与支持 在母亲看来 自己的孩子一生能够都过得平安喜乐 这样就很好了 有了医生的建议和母亲的支持 刘婷立马将变性手术提上了日程 2014年8月份 在某医院的大力支持下 刘婷面对国内外上百家媒体 勇敢地说出了自己想要成为女人的想法 韩国第一变性美女和立秀 亲临现场 贴心地为其送上了鼓励 同年10月份 刘婷进入医院 开始了为期长达半年的手术治疗 手术结束那一刻 刘婷跟医生说 我终于解救了困在身体里的另一个自己 母亲听到这句话时 才知道自己从没有真正走进过刘婷的内心 从没有体会过刘婷的痛苦 甚至曾经一度把被这自己求医问药的孩子 使为怪物 这一刻 她老泪纵横 2015年初 刘婷领到了她另一张身份证 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刘婷 性别也改成了女性 此次变性手术将她再次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周围总是有人用异样的眼光打量她 对此 刘婷选择无视 她既然迈出了第一步 那就一定会坚定地迈出第二步 第三步 直到人生的尽头 就像她当初下定决心照顾母亲一样 改变性别后的刘婷 没有忘记社会对她的帮助 她还经常出席各种慈善公益活动 用自己的努力来回报社会给予她的鼓励 感恩给她家庭带来的变化 刘婷还参加了国际联合国小姐选美大赛 通过才艺比拼 华府展示等环节 她最终荣获了最美蝶变奖 之后 刘婷又参加了在西安举办的四大美人中华大赛 凭借着出色的外形和独特的经历 她夺得了冠军的头衔 因此 她也收获了最美变性人的称号 人的一生之所以美好 是因为它不总是晴空万里 也不会一直困难重重 前进的方向会有阴影 那是因为你抬头就能看到阳光 我们都是平淡地走着 努力地活着 风来听风雨来听雨 人生百味 随心就好 人生没有无用的精力 所有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想法和感受 欢迎到评论区留言 制作视频不易 给个支持的关注与点赞吧 咱们下期再见